根據世衛組織的統計 到目前為止 全球一共是有兩億四千五百三十七萬人染疫 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當中 還是有四十五萬人確診 其中美國是全球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 但法新社報導指出 還是有不少的美國人拒絕施打疫苗 所以在美國的完整接種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八 因此副總統賀錦麗還帶頭示範 施打莫德納的疫苗的第三劑加強針 鼓勵國人一起照做 帥姓脫下西裝外套 看著醫護人員前置準備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拉起左臂衣袖 在白宮接受莫德納疫苗第三劑加強針 才打完疫苗賀錦麗就開口發言 帶頭示範鼓勵國人照做 賀錦麗更強調染疫送進加護病房的重症患者 或病故患者超過九成都沒接種疫苗 法新社報導美國是全球 COVID-19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 仍有許多美國人拒打疫苗 全美完整接種率僅百分之五十八 迄今有超過七十四點五萬美國人病故 社區民眾接受核酸檢測大眾運輸車站 加強傾銷中國三十號新增四十八例本土案例 其中黑龍江省十九例內蒙古十九例和甘肅九例最多 中國國家衛生委員會指出黑龍江黑核疫情自二十七號以來迅速發展 但根據疫調和病毒序列結果 因和近期內蒙與甘肅的本土疫情無關 是新的境外輸入所引起的疫情 鏡頭轉到克里米亞首都西瓦斯托普 大批車輛在檢查哨前等待 沒有疫苗接種證明 或過去六個月從新冠康復的證明 就無法進出 克里米亞當局要這樣做 一來是克里米亞感染人數持續創新高 二來是十一月一號起 俄羅斯有一週假期 預料大批人潮湧入 克里米亞疫情嚴峻 黑海西側的羅馬尼亞 還有波蘭等東歐國家 近期疫情也升溫 WHO分析主因和當地民眾普遍不信任政府 導致接種率偏低有關 記者林曉慧沈志明 整理報導